是 这是小姐的汉怕 不久前老奴还习惯 老奴可以保证是小姐的 皇上 请为草明做主 为天下百姓做主啊 你们可亲眼所见韩子晴杀人了 草明虽没有亲眼看见 但借过韩小姐来找过儒儿 韩小姐嫌弃我陈家家事卑微 高盘不上相府 还要我全家老小连夜离开 永远不得回帝都 儒儿不答应 他就威胁儒儿 说要杀了他 没想到 他真就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呀 韩子晴 人正物正俱在 你还要什么心服口服吗 皇上 臣妾斗胆 想请一个人上堂 谁 锦绣宫 李嬷嬷 李嬷嬷 劳烦你看下 这汉帕的料子 所绣的花色 是何时之物 啊 这是三年前所织的丑子 三年前的花色啊 李嬷嬷 这样的汉帕啊 可还会在官家小姐手中出现 不会 平常人家 有点脸面的丫头都不会用啊 韩子晴先向李嬷嬷道了信 才看向此时已经吓得双腿发颤的老嬷嬷 嬷嬷 你可真确定 前不久还洗过 我怎么不记得我有过这条帕子 难不成 是你替我用的 小姐饶命 老奴 老奴记不清了 老奴什么都记不清了 皇上 江大人 听闻有人报案 说在陈家附近 挖到宫中侍卫尸首 子晴想 真正的凶手 必定同这件事脱不了干系 请大人传武座 当场验尸 那些人确实是宫中侍卫 死于剑伤 武座已经验过 这个案子 未必同陈家命案有关 还有待调查 皇上 如今这案子疑点重重 不如 等详查侍卫命案之后 再审 皇上 侍卫尸体 便是所有线索 子晴知道 有一人 可以验出侍卫遇刺的 确切时间 包括剑气大小 武功高低 那人已在堂外候着了 不知 要王妃要请的是什么人 不做一丝 史关重大 可马虎不了呀 宋慈 宋慈可不会马虎 自是不会马虎 请 宋武座 我想知道 陈公子和这批侍卫 确切的死亡时间 死因 陈家公子和这帮侍卫的死 相差 不会超过三个时辰 侍卫在先 陈家公子在后 而且 死亡原因完全一样 一箭封侯毙命 刀 刀